大家好 我是陳子千律師 今天想和大家討論一段娛樂新聞 關於我們的天后鄭壽文的拍檔 嚴肅竟然令到他的一名女粉絲懷人 還令到女粉絲代胎 但其實嚴肅原來是有老婆 瞞著老婆偷吃女粉絲 好 我們立即開始 較早前我們的天后鄭壽文 出了一首新歌叫做愛事2.0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其中一個合作的拍檔是嚴肅 嚴肅是甚麼人呢? 是YouTube頻道 很青年塗毒室的創辦人 他是一個哲學界的KOL 他全名叫做楊俊賢 我不知為何他會叫嚴肅 嚴是海嚴的嚴 如果有網友知道他為何叫嚴肅 告訴我為何我有興趣知道 希望大家可以留意在下面 最近嚴肅竟然被他的女粉絲公開紮罵 就說他偷吃他 還令到女粉絲懷人 我女粉絲還當胎 我之後會跟大家分析 香港的墮胎法例 那個女粉絲是在 29號 突然間在社交平台 讚寫了千字文 真的很長 爆出嚴肅竟然偷吃 大話連騙 女粉絲還更為了嚴肅 而墮胎 我一直說嚴肅 我覺得真的很有趣 嚴肅這個字 另外一個說法就是 真的很嚴肅 即是很 upright 他完全是一個不嚴肅的人 很明顯是嚴肅 女粉絲益術去年5月 就跟嚴肅發展成約為了情侶關係 其後 在上年12月的時候 該名女粉絲就分明了 為何嚴肅有帶著婚戒的舊相 嚴肅當時還繼續欺騙女粉絲 就說已經離婚了 女粉絲就選擇相信嚴肅 沒有腳追問下去 及下話女粉絲就發覺 為何男朋友的行蹤這麼可疑 才發現原來他謊言 有次嚴肅就說 其實是要去慶供 但其實實際上就是回家陪伴家人 接著更離譜的是甚麼 他說因為想隱瞞父母 所以才跟他老婆一起去探望他父母 隱瞞父母 他說他們已經離婚了 更加可疑的是 他竟然沒有交出離婚證明 還有一個一歲半的小朋友 但他也繼續狡辯 說跟太太已經交互了 是分居狀態的情況 但女粉絲已經不可能再相信嚴肅 那女粉絲也很聰明 當時醒覺了就說 很明顯是嚴肅想繼續保持這個女粉絲 做他的第三者才這麼說 更加可惡的是 女粉絲懷疑 其實在他們一起的時間裏 嚴肅的太太是懷疑了 嚴肅竟然趁老婆大肚的時候出軌 實在是太不得了 這個男人 更加誇張的是 女粉絲更加爆發 說曾為嚴肅墮胎 當時嚴肅還離譜到 說因為 家人失蹤了 所以無法陪這個女粉絲一起去做墮胎手術 但是又被人踢爆了 其實他繼續在塗毒室開live 照常出席活動 竟然女粉絲休養期間 嚴肅一句偉聞都沒有 這些真的是渣男之間的渣男 我覺得嚴肅最後還跟那些 他在塗毒室的人說 這個女粉絲是大餅一場 不是代胎點 我覺得這件事完全很有問題 最後嚴肅在這個女粉絲的壓力下 終於都肯向他的粉絲群公開事件 但是他仍然情緒辣索的方法 每天都叫這個 叫天叫地 叫這個女粉絲原諒他 實在太不要了 這個新聞大概來到這裡 第一 我剛才也說過 我覺得嚴肅實在太不嚴肅的人 跟嚴肅是相反的 是完全很有問題 是完全是一個渣男 究竟香港的墮胎法例是怎樣的 根據香港法例第212章 《侵害人生罪條例》 裏面的第47A條 第一條說明在合乎 要有兩名致測醫生的同意之下 達成共識之下 女性才可以墮胎 他們的共識是什麼呢 A 繼續懷孕 對孕婦的性命會產生危險 或其身體或精神健康會產生損害的情況 較終止任免為大 或者是嬰兒如果出生 極有可能因為身體或精神不健全 而導致嚴重的弱能 就可以合法待胎了 即是說香港人工流產也不容易 都是要兩個醫生有共識才可以 當然了 做人工流產實在對孕婦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我經常跟女士說 就算你發生性行為也好 一定要切記切記切記 重要的事說三次 做足安全措施 我想男士也有責任 一定要確保女士也做足安全措施 另外一個法律知識 想和大家說的是 如果沒有醫生同意之下 自己令到自己流產 那是否犯法呢 答案是是的 就是根據剛才提到的條例 第46條 裏面是說 任何懷孕女子意圖令到自己流產 或者是非法用毒藥或其他有害物質 令到自己流產 或者有這樣的意圖 或者是任何人意圖促使任何女子流產 不論女子是否懷孕 不論女子是否懷孕 如果非法使用任何藥物或手段 都是屬於違法的 罰則也有不同 如果是個本身懷孕的女士 自己促使自己流產 罰則就是監禁七年 以及會由法定判成罰款 這是比較輕的 就是自己令到自己流產 但是如果是一個第三者 可能男朋友說 蓄意令到她的女朋友流產 有意圖就可以了 那個女子不一定要懷孕 那她是可以判罰 最高是判罰中心監禁和罰款 那就是很嚴重 因為始終一個胎兒 都是一個人命 所以其實是等於殺人沒有分別 大家記住 剛才我都說過 記住小朋友的身為是很寶貴的 記住大家交歡之餘 記住要做足安全措施 另外如果是有個人提供一些藥物 或者有害的物品 給一個女士去流產又怎樣呢 都是要罰的 根據第47條 意圖導致墮胎而取得的藥物等的條例 如果一個人 供給一個女性一些墮胎的藥物 或者有害的物質 令到她流產 都是會要判署監禁的 監禁期就是為期 三年最高可以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 所以醫生亂開藥都不行 如果真的要去 真是不幸好有寶寶 不想要的就記住找醫生 要有兩名醫生同意才可以做人工流產手術 當然我也是這樣說 發生性行為之前 記住要做足安全措施 如果大家喜歡我剛才說的話題 覺得有用幫到手 以及想繼續每一天 逢星期一至五 都收到這些貼近時事的法律分析 希望大家可以CLS Comment Like 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的頻道 是逢星期一至五 每天會更新一片 除了是星期六星期日 以及公眾假期以外 大家對嚴肅的行為有甚麼看法 我覺得她是十一個渣 如果是一至十個渣 你覺得十個渣最厲害 大家給他多少個渣 以及大家對人工流產有甚麼看法 有甚麼問題 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都會逐一回應 多謝大家 1 多謝大家 2 1 7 8 4 6 7 7 8 8